平安就是福,平静就是乐 争斗换来的是烦恼,谦让换来的是平安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佛陀早就讲过 宇宙生命中人和事物都是无主宰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永远活下去 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不变化 所以没有办法控制它 师父还说,因为这个宇宙一切是非自然的 万物皆因因缘所生法 一切都不要去怪别人,一切都怪自己 这样心态会好一点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过去性格敏感 斤斤计较,还比较自我忠心 人缘不好 学佛后,改变自己 多为别人着想 多给别人一些善意 明显人缘增加了 常放生 许愿吃素后 更是到哪里都能碰到善缘和善环境 今天6月21日的白化佛法 看到师父开示 一来得及看内容,就已泪流满面 师父,最敬爱的师父 在师父面前 弟子就像一个自私的孩子 希望每天都能见到师父 看到师父的开示 就如聆听 师父在身边 樽樽教导 感恩同修的分享 下面这位同修分享道 谁说吃素的孩子营养不够 没力气 看看7岁的素宝宝 因为会很多的生活技能 力气又大 代表学校参加市级的劳动技能大赛 小小年纪 轻轻松松挑剔几十斤的水 完成几十米的比赛 科学合理吃素 健康又强壮 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 慈悲庇佑 感恩师父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弟子分享小房子的灵验 一个月前搬到新家 给房子的药金者 烧了几张小房子 心里知道不够 可是没念出来 厨房的太阳能水管 就开始滴滴答答地漏水 一天漏了两大盆 前天我给房子药金者 烧了五张小房子 水管立刻就不漏水了 小房子真的太灵了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自大为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有一个老师 一个小笑话 一个老师在课堂上 讲了司马光砸钢的事情 故事 讲完了之后呢 他就提问 提问 这个老师就问了 第一个学生 问 你有什么问题吗 第一个学生举手了 老西什么是钢 老师想 现在的学生啊 都不知道什么叫钢了 只好在黑板上 画了一个钢的形状 然后告诉他们 钢呢 就是一种常见的 家用的容器 第二个学生说 老西 哪里买的钢 多少钱一个啊 老师说 哎 这个问题不重要 来 下一个小朋友问 可是那个学生还要问 很重要的老西 如果那个钢很贵 我总不能把我家 最贵的钢给砸了吧 老师 瞪了这个学生一眼 说 那钢又不是司马光家里的 哎 下一个同学提问 第三个同学问 老西 钢是 干什么用的 又是一个幼稚的问题 有一个学生抢着回答 我知道 我爷爷奶奶家里 都是用钢 烟泡菜的 老师说 同学们 古时候啊 每家里都有一口钢 是专门啊 用来 存水的 第四个同学 马上问 老师 他们家里 经常停水 还是他欠水费了 这些学生 什么都不懂 老师不得不解释 哎呀 古时候啊 没有自来水呀 人们都是 到河里去 或者井水 拿这些水呢 存在钢里 每天用的 哎呀 老师 他们连 寄来水都没有 说明古代的人 很笨 很笨的 还是我们 现代人 聪明啊 第五个学生 问道 老师 那个钢放在哪里啊 老师心里想 哎 你这个笨蛋啊 哎呀 我刚刚跟你讲过故事 你应该听懂 钢在哪里吧 你是不是没有听讲啊 老师明明说了 刚刚说 钢在院子里啊 老师说 你现在给我站着 不许坐下去 好好给我站着听一会儿 第六个学生 老师 那钢为什么没有盖子啊 如果有了盖子 小孩子就不会掉下去了 再说古代人 也应该讲卫生啊 没有盖子 灰尘昆虫 这东西什么都往里掉 人气的会生病的 老师说 哎 有盖子啊 掉到边上去了 老师被他们弄了糊涂了 有个体育委员问老师 老师呀 钢是不是很高啊 那么高 小孩子是怎么上去的 用梯子 还是从高处跳进去的 大石头有多大 司马光有多高啊 老师你讲了司马光 也是个孩子 你看他抱得动大石头嘛 那钢里的水要是不够深 小孩掉进去也不会有危险 那就不要救他了 老师看了这些孩子 没办法 最后把希望寄托在班长身上 老师说 哎 班长 从司马光砸钢的故事当中 你得到了什么样的启发呀 班长站起来 看看同学们 期盼的眼眶 声嘻里口气 老师 我得到的启发和同学们是一样的 那就是这个故事 是假的 这个故事 告诉我们 每一个人看问题的观点都不一样 所以各种各样问题就来了 我们人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 有的时候真的不了解这是什么事情 有时候你了解了 他不了解 他了解了 你又不了解 实际上在中国传统文化 周易智慧中讲 想太多的人活得比较累 理解是靠长期的悟性 有时候一时给你的指导 并不会马上给你造成觉悟 所以我们学佛度人要有耐心 每天跟他讲 每时每刻能够帮助他 才能造成他的觉悟的观念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一则寄语吧 我像就是自私样 为争人间一面子 左也想来 右也思 思来想去 太自私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有声音乐 我和你一会儿 感恩 大声 转发 啷